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你現在在這邊 進來了之後第一件事情先做一下 在右下角這裡 你有沒有發現你一進來之後 我這個畫面還蠻大的 這樣子的話有卷軸 其實你要看似不好看 所以平常我會先做一件事情 按下面這個 這叫自動縮放 也就是說當我畫面比較大的時候 它就變大 你看我的面板在調整的時候 有沒有它就可以變大或變小 這樣了解吧 但是我們整體上再看就比較容易一點 當然你螢幕夠大其實是ok 好 這是第一個動作 所以你可以先按一下這裡 那第二個我們剛剛簡報進來了 是不是在這邊 所以 調整 播放的順序應該不用我教吧 按著 這樣對不對 都一樣的 所以你會發現 一進來 好熟悉的感覺 好 那 請問各位 PowerPoint你有沒有用過 自動播放的功能 預設一張投影片會播多久 一張投影片 會播多久的時間 但是如果你都沒有設定的話 預設一張應該是3到5秒鐘吧 所以你看我們右手邊 有沒有一個計時 在這裡 我把它拉出來一點 有看到了 可是人家這裡的單位 有沒有看到它數字是3000 可是它的單位是什麼 毫秒 1000毫秒等於1秒鐘 所以知道預設是多久了吧 3秒鐘 3秒鐘 所以如果你需要調整 你就來這邊去設定一下就好了 好 那我們就來看 如果說老師在 介紹這一段的時候 有幾種方法 一個是他只錄音就好 對不對 一個只錄音就好 所以你看我們下面這裡 這裡 有沒有一個 錄製旁白的功能 但是你要注意一下 因為你要老師只講3秒鐘就結束 這樣有點困難 你為難老師了 所以第一個動作 如果你不確定老師要講多久 好 你可以先把這個時間調長一點 這樣了解 當然如果老師自己先 另外用錄音筆錄好 你再檔案交進來可不可以 也可以 這種方式是現場錄 好現場錄 所以如果說假設我先準備20秒 我就先準備20 你完成了之後 有沒有發現下面就延長了 這個時候我就可以開始錄 可是你在錄的時候 也許你可以從一頭一開始就錄 也許可以從怎麼樣 可能我從第幾秒鐘開始在錄 這個時候你需要一個動作 在上面這裡 現在上面這裡是不是有一個時間的尺規 時間軸 所以你在 游標在這一列的任靈的地方按一下 在任一列的地方按一下 有沒有發現一個時間軸跑出來了 就是一開始他沒有出現了 你必須要點一下 那假設你要從這邊開始錄 最前面你就移到最前面 如果你要從這邊就從移到這裡來 我先從這裡來好了 一秒鐘開始 我就在這裡了 不過要錄之前 我會建議各位先確認一下 裝備會不會OK 裝備會不會OK 你看這裡錄是旁白 有沒有看你到底用哪一個麥克風 那到底輸入的效果好不好 你可以按一個輸入校準 麥克風測試 有沒有先確認這個綠色的是OK的 那我們再來 再來做 好 今天我們來介紹一個 一小時學程式 Power of Code 這個效果其實蠻不錯的 因為現在寫程式的方法 已經不用再寄程式 用拖曳的方式就可以 有沒有錄一段進來了 所以你就Play看看吧 等一下要回到前面去 另外現在寫程式的方法 另外現在寫程式的方法 因為現在寫程式的方法 今天不要再寫程式的方法 要寫程式的方法 OK 對不對 那你錄完了 萬一這一段 吃螺絲怎麼辦 我現在用部落格錄影片 最常吃螺絲 可是我實在不想每次都重來 如果我剛剛講的那一段 我每次都要全部百分之來重來 請問你有沒有可能 第二次講的會跟第一次不一樣 而且最可憐的是 第二次錯的會跟第一次不一樣 這是很有可能的 那所以你知道我怎麼做 來你先看一下 我們在這邊有沒有注意到 這個上面有它的音量 我們先解決一個問題 如果你錄音的時候 覺得音量太小 請問你會怎麼做 從來是一種方法 但是我可不可以把音量調高一點 可以 那音量調高在哪裡 你看我點到它 你找到右手邊 有沒有那個喇叭的圖示 把它按一下 講大聲一點 你有沒有大聲一點 有對不對 萬一你後悔了 你可以來點旁邊這裡 有沒有恢復原始音量 所以我們再聽看看吧 等一下要報音喔 因為現在寫層次的方法 已經不要再寄層次嗎 因為我們並不是要出唱片 瞭解嗎 所以雖然音質會稍微差一點 這是一定的 反正你用麥克風之後 麥克風也不會好到哪裡 但是至少就是說 你不用重新錄 我就有一個聲音 而且你從上面音量 是不是都可以很清楚 看到我們大概音量的大小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萬一我在講這裡的時候 有些時候我們 思考的時候會稍微停頓一下 對不對 你看我們在這邊 這裡 我Play 這個方法 已經 你看我是不是中間有停一下 如果你覺得這個停一下 不要停那麼久 怎麼辦 來 看這裡 你覺得我這個時間軸 旁邊有沒有一個左右附法 一個綠色一個紅色 你可以用這個選範圍 來 你看喔 來到這邊我就把紅色拉開 講過來一點 好從這邊 紅色的 請問這樣有沒有拖曳個範圍 好拖曳範圍出來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上面這邊 有沒有一個移除的 這些工具可以用 我要移除掉它 所以 來這邊嗎 按一下 有沒有 拿掉了 這是我在做部落格錄影的時候 最常幹的一件事情 因為不小心錄錯了 懶得重新開始 反正就繼續錄下去 等一下再剪掉就好了 所以 這個時候我們這樣再聽一次 你就發現是比較連續的 等次的方法已經不用再繼續 用拖曳的方式就可以 這樣有沒有比較簡單一點 所以我們現在先針對錄音的方式 這樣了解嗎 當然你錄一段不夠 你可以在後面再錄第二段第三段 因為它在這邊就是塗層的概念 這樣了解那個概念 你可以錄第二段第三段 那我就把畫面還給你囉 你們大家都有麥克風 不要客氣可以試看看 雖然你會錄到別人的聲音 但是沒有關係 好吧 真的 大家可以試一下囉 好不好 你可以操作看看 你可以操作看看 看看 這樣好不好可以 第一個 記得我們剛剛講的 你進去之後 右下角那個自動縮放 稍微怎麼樣 稍微把它按一下 稍微按一下 這樣子的話 你在調整面板的時候 它會跟著自動縮放 你在操作會比較容易 還有一個我們剛剛講的重點 就是怎麼樣讓這個時間軸跑出來 你只要在哪裡 在上面那個時間 時間這個尺規上面 你把它點一下 滑鼠在那個尺規上面點一下 那條線時間軸的線就會跑出來